某身搭電梯由五樓直接下站到一樓 行進的距離為12公尺 取重力加速度為每秒平方10公尺 電梯的速度隨著時間而變如初所示 當電梯由靜止啟動後分為三個階段 最初2秒加速前進 這是時間2秒適合加速前進 接著T0秒以每秒鐘2公尺再速前進 最後4秒減速到平均 第一個問題下列何者為圖中的T0值 問你這個T0值是多少 OK好第一個問題我們由VT圖的曲線下的面積 這個曲線下VT圖的曲線下的面積 就為位移來計算 題目有告訴我們總共跑了12公尺 所以它位移是12公尺 就等於這一塊的面積 這塊面積我上底加下底 上底是這段是T0 下底是6加T0秒 乘以高 高是2 足以2 所以這個2,2交掉 12就會等於這裡的6加2T 也就算算T會等於3秒 所以第一題的答案是V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第二題 若該身的質量為50公尺 考慮在下降的過程的三個階段 電梯地板對該身各階段的平均勢力 三者最大的量子為多大 我們分析一個人在電梯裡面的動力性下 他的運動剛剛講他是下降的階段 那麼這個物體呢 人呢所受的力量 有重力還有地板的正向力 那麼分析這個三個階段裡面的 加速度方向 在第一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 他的加速度 因為是速度向下越來越大 速度是向下越來越大 所以他的加速度是向下 好 注意一下我們這標示的向下電筒 就表示這時候的加速度是方向向下 而這個階段 速度保值為2 等速 所以加速度是0 第三個階段 速度向下越來越小 所以表示他的加速度是向上 OK 所以從這裡可以知道 我們劉頓第二金律 由這兩個力量合力來決定這個加速度 當你這個正向力大於重力的時候 他的加速度會向上 當你正向力小於W的時候 重力的時候 那他加速度會向下 那這時候這個合作的正向力也比較小 所以從這樣來探討 我們第三階段的正向力是最大的 好 所以我們劉頓第二金律來計算 N這個上上的力量-WMP的力量會等它MA 那麼N-M50公斤 乘以G 我們的10會等於50公斤m 乘以A 那個A 依照這一個階段裡面的A 是速度由2變到0 也就是2 然後時間經過這個時間是4秒鐘 所以這算公斤再過去 就會得到我的N 是525 所以答案是D 可以 你 谢谢观看